大家好,我是小安,欢迎你来到我的频道。 肝脏是我们人体中最大的实质性的气脏,也是最大的腺体。 肝脏有参与代谢,解毒制造凝血因子,分泌胆汁的功能, 从而起到维持人体的平衡,清除体内有毒的物质, 促进脂肪吸收,参与凝血的作用。 所以肝脏对我们的身体特别重要的,如果我们平时不加以注意, 维持肝脏的健康,就会导致肝功能异常。 如果肝功能异常久了,对身体的危害还是比较大的, 最常见的就是对肝脏本身的影响功能异常久了, 就会导致肝内纤维组织增生,并且逐渐形成了纤维化, 进一步发展就会变成了肝硬化。 如果肝功能严重异常,对毒素的代谢能力也会下降的, 如果其他的脏器功能混乱,会影响肾功能、肺部功能、脑功能等等。 今天在这里给大家分享一款,能够帮助肝脏排毒, 以及保护肝脏,促进先陈代谢,达到养肝护肝的施疗好方法。 经常的食用,对于乙肝患者,身体健康有特别好的帮助。 我们先来准备一把葡萄干,抓洗干净。 清洗葡萄干的时候可以加入一勺面粉洗, 这样写的葡萄干特别的干净。 葡萄干含有比较丰富的蛋白质, 碳水化合物,脂肪膳食纤维以及钙、铁等营养元素。 葡萄干中含有较多的维生素B2, 是肝脏中的重要辅酶, 能够促使肝细胞的正常代谢, 维持正常的生理功能。 葡萄干泡水喝, 最神奇的地方在于它可以促进肝脏的健康, 通过其特定的肝脏生化反应过程中, 帮助它更有效地排除血液中的毒素。 同时葡萄干水是一种天然的抗氧化来源。 它也有足够的能力减低体内的毒素堆积。 我们只要用葡萄干搭配以下两种食物, 坚持喝上一段时间, 就可以还你一个更加健康的肝脏。 葡萄干对我们的身体有特别大的好处, 但是由于它的糖分比较多, 我们一次性不要吃得太多啦, 一小把就可以啦,大约20克。 葡萄干对肝脏有排毒的保护作用之外, 它还具有良好的抵御心脑血管疾病的作用。 葡萄干中所含的微量元素能防止血腰板凝结, 防止血液的形成, 有效降低血液中的胆固醇, 防止吸脑血管疾病的发生。 而且葡萄干还有一定的抗癌作用, 对抗癌抑制癌症有一定的效果, 对身体虚弱,血管硬化, 肝炎的病人有良好的辅助挑递的作用。 再准备10克枸葡萄淘洗干净。 枸葡萄具有不慎易经, 痒肝明目, 清肺止咳的作用, 还可以有效地增强人体的免疫力, 可以有效地保护根脏, 预防脂肪肝, 还能刺激肌体的生长, 对高血压的人群 有一定的降血压的作用。 并且枸葡萄水还可以帮助我们缓解疲劳, 改善肾虚引起的腰细酸软, 耳凝眼肝等症状。 平时我们在购买枸葡萄的时候, 不要选择炎它太过鲜艳的枸葡萄, 这可能是硫磺熏过的枸葡, 或者是染过色的枸葡, 使用这种枸葡, 可能对我们身体造成不利的情况。 选择炎刺暗的枸葡, 再准备几颗红枣抓洗干净。 红枣在我们日常生活中特别的常见, 它也是比较常用的一味中药。 中医很早就把红枣开放于养肝排毒汤中, 红枣具有保肝健脾, 降低胆固醇, 抗癌抗过敏的作用。 平时多喝一些红枣水, 有特别好的护肝排毒的作用。 搭配葡萄干, 益气护肝排毒的效果更加的翻倍了。 葡萄干,枸葡,红枣, 这些食材神奇之处在于它们搭配到一起, 有特别好的养肝护肝排毒的功效, 能够帮助肝脏排毒, 减轻肝脏的负担, 让肝脏保持一个健康的状态。 下面把我们准备好的食材倒入养生壶中, 加上清水可以多来一些。 我们开中小火焖煮10分钟, 才能搭配到一起还有一个另外的精细, 就能够明显地降低你的血压。 葡萄干,茶水, 还有比较丰富的抗氧化剂和膳食纤维, 特别是这样的含量比较高。 里面的抗氧化剂, 也可以对抗身体的自由剂的侵害, 膳食纤维也可以降低血管阴化的危险, 从而达到降低血压的作用。 红枣搭配三者混合, 可以抑制体内黑色素的沉淀, 去除晒斑、色斑、黄鹤斑、老年斑, 达到美容养颜的效果, 而且能够扩张血管, 预防动脉硬化、 惯性病、心脚痛等等。 焖煮好之后, 再把拱旗放入壶中, 再焖煮两分钟就可以了。 拱旗一定不要提前加入, 加入比较小的话, 一样压着会流失, 口感也不是很好的。 温煮好就可以倒入杯中直接喝啦。 葡萄干茶水最好放在晚上喝, 这样可以更好的清养肝脏, 得到很好的排毒, 可以帮助我们软化血管, 降低血压, 美容又养颜, 颜缓衰老, 淡化色斑, 好处真的是特别的多, 比吃任何的不要都要补。 需要请大家的是, 葡萄干含有比较多的糖分, 如果是糖尿病患者, 最好少吃一些。 这道葡萄干茶水虽然好处很多, 但是不要大量的食用, 食用过量会起到反的作用。 冰雪功能的时候, 经常对到电脑、 手机、 用眼过度的人群 也可以喝到茶水的, 能够帮助我们缓解眼部疲劳, 特别是对于老花眼 有很好的改善作用。 如果您有肝炎, 肝硬化, 脂肪肝, 肝脏处于压健康的状态, 一定要把这道茶水收藏起来试一试。 连续喝上七天的时间, 我们的肝脏就会恢复一个 比较健康的状态, 肝脏毒素就会排出来, 对我们身体的好处真的是特别的多。 日常生活中一定要保护好我们的肝脏。 心情愉悦, 抑郁、愤怒是损伤肝脏的重要原因。 情绪不稳定, 日久容易引起肝病的, 所以一定要自我调节, 做到心平气和。 戒烟戒酒, 酒精是肝脏的克星, 肠心大量的饮酒, 酒精会损伤肝脏的, 导致酒精肝, 肝病患者, 饮酒会情况加重的, 甚至恶化。 香烟中有毒物质不仅会损伤, 肺、心、脑, 一定不要暴饮暴食, 饿一顿鸡一顿的, 这样都会加重肝脏的负担。 要做到饮食有规律, 不能过量地食用脂肪高的食物。 好了,家人朋友们,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 如果觉得我的视频对你有所帮助, 请你帮我点赞关注, 订阅我的频道, 欢迎下方留言加一。 我每天都会分享便宜的养生知识与您分享。 感谢所有朋友们的支持, 谢谢大家。 我是小安,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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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